对于沈佳妮相信很多网友并不陌生,这是因为她的老公是朱亚文。 只是,很少有人不是因为朱亚文的原因,而了解到沈佳妮的。 很少有人知道朱亚文的老婆沈佳妮,实际上也是一个演员,而且沈佳妮已经出到十多年了。 更是出演过不少女主角的戏份,但只不过是没有国旗兰而已。 但是沈佳妮本人的演技,还是非常不错的,还是很可圈可点的。 其实,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沈佳妮和唐淀白白和文章,都是从同一所大学毕业的,他们彼此之间还都是大学同学。 沈佳妮曾经出演过《平淡生活》这部电视剧,而且更难门可贵的是沈佳妮更是在大学期间,就被导演一眼相中了。 按道理来说,沈佳妮进入娱乐圈之后的新途,应该是非常好的,但是沈佳妮自己却感觉自己并不适合这个娱乐圈。 也是因为这样,沈佳妮还没有活起来。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,沈佳妮的第一任是陈思成,他们两个人因细节。 原,游戏生情,虽然两人在一起了,成为了情侣,但是两人的缘分却只不予恋爱,最后没有走在一起。 沈佳妮与陈思成在分手后,才迎来了自己真正的爱情,那就是她的现任老公朱亚文。 而沈佳妮与朱亚文,也是因为一部戏而走在了一起,最终,也是成功地走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之所以沈佳妮被称作娱乐圈最干净的明星,是因为她不接受任何的潜规则,或许也是正因为这一点,而板住了自己的心图之路。 沈佳妮与朱亚文结婚之后,她也慢慢淡出了娱乐圈,在家里相夫教子,甘愿做朱亚文背后的女人。 现如今,沈佳妮的老公朱亚文,更是火爆的一摊糊涂,但是沈佳妮却丝毫没有一点怨言。 其实从前一段时间的跑男来说,大家就可以看出来,两个人是非常恩爱的。 沈佳妮也是十分地懂朱亚文,两人之间,更是有独特的爱称。 当时在节目上,也是着实撒了一把狗粮,陷杀了许多人啊。 对此,各位小伙伴们,你们是怎么看的呢? 小伙伴们,你们是怎么看的呢? 小伙伴们,你们是怎么看的呢? 小伙伴们,你们是怎么看的呢?